1990年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说中国也有摇滚吗 他们说有八个 只有八支乐队 来开始了中国摇滚的历史 另外一个刺激剑 刺激剑的音乐是很自然 民族乐队和西方的乐器 都一起了 我们日本人特别是那个时代 从小时候听的都是美国的音乐 然后美国的生活方式 没有谈过民族的乐器 但是中国不一样 中国特别自我 我是中国人 所以做中国的要求 跟别的国家 别的地区的人完全不一样 所以我喜欢中国 做摇滚 特别帅 这是我一辈子里头最大的工作 因为没有人试过这个改变 不认为本来有民族的因素 所以可以做 西方的音乐都有牌子 但是中国的民族音乐 就是时间概念 大概是一秒钟 两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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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几百秒 所以听几百秒记住 听说用爵士舞没有人打过 写面埋伏这个曲子 所以我会努力 我的鼓手的力气上也有纪念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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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